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家羊嘴 回到久違的救命人來跑步特級 今天我來到了身後這邊是跑者的聖地 符合橋 這邊通常周末是一個跑者的集散地 大概會有一兩百人在這邊跑步 今天我們來這邊 是一位跟我們已經跑步一段時間的夥伴 那他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又遇到一些常見的吸窩後面 跑久了之後會有不舒服的情況出現 但跑一段時間其實我沒有幫他好好調整過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將會帶給大家最常見的吸窩後側 這種疼痛在訓練上面可以怎麼解決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來賓詩 掉漆 預備 歡迎加入我們的美金龍YT戰隊 這些就是你未來幾個月的備戰裝備了 是 請去換上你的裝備 開始訓練 這是你幫我選的 所以每個人的不一樣嗎 每個人不一樣 真的假的 大家會依照能力拿到適合的鞋子 哇 我剛剛本來想要 想說這次是不是每個人都一樣 結果每個人不一樣 太屌了吧 每個人都一樣 我每集都要再講一次說 製作都會幫你選的 然後都講一樣 這就不好看了 大家會依照能力不同 有一些不一樣的鞋款 那像比較入門的新手 我們就給他比較支撐好一點 那你已經有一段時間的訓練經驗 所以這種跑鞋 對你來說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我是藍衣戰士 哇 他後面有個空空桿 不可能吧 這個 怎麼穿上去 有個彈桿啊 我是認真的 我沒有開玩笑 他的前後鞋子有稍微上翹 所以跑起來會比較自動的被 好扯喔 我不知道鞋子 對 我不知道鞋子會有這種差別 現在越來越多更進階的那種碳板跑鞋 或者是很犯規的那種進階的頂級款 通常是因為鞋中底的發炮它很Q彈 然後當然它的鞋子的設計也會 滾動一直推著你跑 所以有時候說 就是你不能一下就買太頂級的跑鞋 是因為鞋子會一直推著你 但你可能肌肉蹭骨 好久了已經會爆掉了 喔 你說一開始就買這麼頂級的話 可能會教育不了 教育不了 教育不了 就像你完全不太開車 就給你台F1 你可能會撞車 因為它油門太大耶 鞋子也是 慘了 那我這個是F1還是特斯拉 你這台大概是奧迪TT這樣 小跑車 奧迪TT 小開在開的耶 目前看起來的動作啊 會有膝蓋痛的狀況其實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看你的著地的瞬間 落點的時候 其實往前的著地的目標 我們會希望它離身體近一點是比較好的 你看在這個位置 它在著地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是腳跟落地 是因為速度關係 因為你平常跑的配速大概在 可能六分 六分半 所以這個時候是腳跟著地是可以接受 可是它的位置啊 我們如果把它按暫停 在這個位置著著地的時候 跟你的身體這兩條線如果拉下來 你的身體離前面的落點越遠 它的衝擊膝蓋就會越明顯 因為你的著地的瞬間 其實是腿後跟腱在幫忙支撐這個彈性 但如果你可以讓你的這個腳 落點往回移一小步 就可以讓後側膝窩的壓力減少 那當然這個就跟 跑姿條件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讓你的動作看起來 在落地的瞬間 最好是可以在這邊才落地 這樣會是比較好的 但因為現在還差一點點 就是你的落地的時候 其實是往身體前方一點點跑 那就是讓小腿會有 比較明顯的往前 往前送的這種狀態 就是不要讓 腳離身體太遠 對 力量只會到這邊就斷掉了 那如果我的力量是可以這樣踩下去 你可以感覺它是直接送到屁股 你可以試試看 你現在單腳抬 然後往前踩 感覺那裡壓力比較大 應該是前面膝蓋 那你再小步一點 踩起來然後原地往下踩 沒有感覺到那個力量 沒有那個重感 就是那個衝擊力沒有留在膝蓋 所以它是一路往上傳導出來了 就從屁股可能就減震掉了 所以我們的落點也是 盡可能讓你的腳落地的時候 接近一個直線 著地的位置越靠近身體下方 越能把力量緩衝掉 那其實比在一場10公里或5公里下來 每一步都如果是往前 在身體比較遠的地方找地的話 它累積下來 可能到後段才會開始覺得 吸窩後面開始不舒服 也是因為肌肉已經沒力了 原本一開始還可以硬撐 用肌肉的力量幫忙硬扛一下說 你現在肌肉出來幫我拉一下拉一下 然後維持這種狀態 可是時間久了 肌肉沒力 就變成剛剛已經錯誤出力太久的地方 就會出來還債 那你剛剛說的那個著地 腳跟著地 是好還是不好 腳跟著地沒有不好 正常來講 有些人的腳跟著地 其實是會很刻意的 在著地的瞬間 是有點勾腳背很明顯 就是讓他的腳 可能是翹很高的狀態著地 可是其實你的落點 在腳跟著地的過程 馬上就走了 所以其實 以你的腳跟著地來講 不是你的問題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點是 你的小腿 在往前的時候會踢太多 但以現在你的跑姿看起來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1到10分給幾分 我覺得以 我們還沒有真的很完整特訓過的話 已經有大概7.5左右 完成度 那以我們這次的團隊來說 有幾個方式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你應該會是 在我的口袋名單中 要來扛這些 有一點點辛苦的路段 哇 我們畢竟 公欲三騎士必先立騎器 有喔 鞋子先到位 哇 有拿到這種比較頂級的跑鞋 代表你的那個 目標設定是有點不一樣的 好的 對不對 我不會辜負他的期待 我們的第二棒 第七棒 都是有點像那個 洗衣板那種 一直上上下下的這種 這個路線 應該會讓你來跑其中一棒 可能會是第二 或是第七 唉唷 好的 借重梅伯多場的賽事經驗 扛下它 畢竟你今年也報了很多比賽 跟大家分享你還報了哪些 我今年報了一些可以拿禮物的比賽 因為我沒有衣寶袋 等一下我們就從這邊做到對面 然後做一個馬克超的動作加強 那馬克超就是把跑步稍微拆解開來 你現在出的問題點是在抬腿沒問題 往前沒問題 可是要往下的時候 然後你沒有太自然的往下 你會多一個小小的動作 是想要往前跨的動作 蛤我不自覺的會 對對對 但這個其實很正常 每個人都會一些小小的動作bug 那這就是你目前可以優化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針對 等一下會比較多的練習 是你在往下的時候 往下踩 會盡可能讓它主動的 回到身體下方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先把身體直立 然後手平局 雙刀平局 然後就像殭屍這樣 雙刀平局的目的 所以我們要徵招負殖機參與 所以等一下就這個位置固定 然後往前抬腿的時候 是三個九十度 所以就抬起來 腳平行九十度就好 好 你試一次腳往前抬九十度 對 然後往下就直接正下方踩下去 身體不要後仰 看腹肌出力 身體後仰 腳就容易往前跑 但是身體不後仰 往上抬會覺得好像很卡 是正常 因為活動度會有點受限 所以往上抬 對 你現在的動作 會有一點 有點想往後 所以腹肌稍微拉回來 然後腳往下踩的時候輕鬆一點 然後第二個 我們把動作加進來 是往下踩完 不要等太久 才換另外一腳 就踩的瞬間 就要快速的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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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的腳也主動一點抬 對 就換的時候快一點 好 我們再試一次 預備 抬 對 很好很好 感覺屁股夾 漂亮喔 對 這個位置很好 腹肌要感覺有點出力把它捲起來的感覺 捲 肚子會有痠痠的狀態 有 很痠 沒想到 對很好 有這麼多細節 好手放鬆 下一個我們往前 然後做正常擺手 就不用撐住了 剛剛撐住是讓你感覺 腹肌出力的狀態 但現在就正常擺 所以手的位置就跟腳去搭配 抬抬抬抬抬抬 所以平常在跑步的時候 肚子也是要出力的 一定要出力 但是出力的程度 我們剛剛是把它直接拉到 轉到最大聲 直接讓你感覺最痠的狀態就是這樣 可是你實際在真的跑的時候 其實就是微微的有出力而已 我們剛剛是直接把你出力的程度 拉到最長 所以你其實 例如說剛剛那個是10分 你其實平常跑步可能3到4分就好 但你要把它可以用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都是用3到4分把它平均用完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等下正常擺 你的力量感覺就要控制的比剛剛 稍微再輕鬆一點 因為擺手加入了 所以不會肚子這麼用力 可是擺手進來要注意的點就是 擺的時候身體軀幹 不要有左右旋轉 所以維持核心穩定 抬 不能後仰 對 手腳搭配 好 試試看 來 預備 GO 對 手再放鬆一點 小於90度 對 往下踩輕一點 輕輕踩下去就好 手往後擺90度不要不見 手還是手肘往後推 對 那我們這次幫梅伯開的這個訓練內容 其實他之前也跑了一段時間 那目前比較多的狀態 都是在後段可能會出現 膝窩後面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狀態 也是跑了一段時間才會出現 不是一開始跑就有 所以我們評估啦 也跟剛剛的影片稍微交叉對比之後 應該是小腿會有比較明顯的前身狀態 那累積下來就會讓他落地的位置 一直在沒有這麼正確的情況 所以時間久了痛就會出現 所以今天特別針對這個地方 幫他做馬克超的優化 讓他可以在落腳的地方 不要有太多錯誤的前身動作出現 這樣對於持續性續航的效果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你剛剛是正常這樣 現在是正常版 1 2 1 2 好 試試看 來 預備 Go 1 2 對 抬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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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你屁股就是要讓你感覺 屁股從這邊力量往前 肚子往前推 抬踩 左腳不要等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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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 就是你的左腳都會想要 等一下再下來 抬就踩往下 抬主動往下也要主動 換快一點 主動一點 才不會讓腳留在空中太久 留在空中太久就會跳起來 OK 好 我們接下來做第二個比較難的 也是這一次你的訓練主要目標 就是馬克B 我們剛剛做完馬克A動作都是抬腿往下踩 訓練你的抬腿的第一個啟動動作 可是其實我們要加強的是你的腳 在往下踩這件事情要主動的畫圓往下拉 所以等一下的動作 1跟剛剛都一樣 3個90度抬起來 可是2的動作從往下踩 變成往下刷地拉回來 所以動作就是抓 抓 蛤 這樣會磨鞋子耶 我新鞋耶 不要擔心 鞋子沒了我們可以再換一雙 但你的腳壞掉了 你就沒有機會調整 所以我們要先把腳修好 等一下先試試看 手拼鋸 在這個動作然後我們練習 抬 摔圓 抬 畫圓 先原地一腳做10次 畫圓的時候你看我的動作 抬腿的目的是要讓你屁股在往前畫的時候不要掉下來 所以抬腿固定 抬 往下 2 3 腳都是往前畫 但動作錯誤可能就會像這樣 一往前踢屁股就會被往後延伸 所以我們動作目標是要做到 1 2 都沒有動 錯誤就會像這樣 小腿不用再抬出去 對錯誤就會像這樣 一往前踢屁股就會往後做了 所以動作就散掉 所以我們固定這個角度不動 抬 抬 抬 6 很好 往下主動一點 主動一點往下拉回來 對 編直的感覺 編回來 對 對 要有閃電五連邊的感覺 一面 兩面 四面 好換腳 啊 就是你的動作在著地的時候 記得都是感覺要快速拉回來 好 但你的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讓它回到後腳旁邊 所以你前面不管怎麼做都沒關係 但你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快速的回來 回來 對 然後跟地板就輕輕接觸就好 有點像你的腳就是你現在把它抱起來 完全放鬆掉下去它其實就會自然回到下面 但是你只是再主動一點讓它下來快一點 下來快一點這樣 哦 好我感受看看 好換右腳 試試看 來 GO 過頭了過頭了 最多就是回到後腳旁邊 最多回到後腳旁邊 我們等一下往前走 兩腳合起來的 左腳右腳都做 手平鋸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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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往前走的 OK 他手平鋸一樣目的是要屁股不要掉下來 好來預備 GO 抬 對 換 連續的喔 對 左腳換完就換右腳 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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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身體不要後腰 肚子出力 對 這個前掌著地 白手正常加入 不用平鋸 記得手做慢一點 手等腳 好試試看 GO 這樣往這樣 刷 刷 對 欸不錯喔 真的嗎 沒有不見了 沒有不錯了 不好 往下刷 刷地回來 放鬆 再輕一點 跟地板接觸輕一點 刷 刷的感覺 對 鞭子 鞭子拉回來 甩 甩往下 放鬆 放鬆一點 好 先休息 有點困難 你現在感覺 做到現在馬克超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 真的 不能小看 慢跑這下運動 你已經汗嚴了 我有看到 對啊 我 為什麼 你看起來就很協調 我看起來呢 完全 不要擔心 你剛剛有看到我們其他隊友的訓練狀況 你已經是 中上等級了 我們還有更不協調的隊友在旁邊特訓中 那沒關係 辛苦你了 你可以的 等一下下一個我們會把動作再繼續延伸 好 手一樣平舉 然後把馬克逼的動作從走 做到墊步 因為動作比較接近 真的在跑步的狀態 所以 等一下動作一樣是往下畫圓 可是我們是變成兩拍的 1 2 1 2 墊腳墊一次拉回來 墊一次拉回來 好 試試看 好預備 1 1 2 拉回來後腳旁邊就好 不要超過後腳 刷 對 刷 對 刷地板感覺要做出來 往下畫圓 放鬆 放 對 放 對 對 好 吹息一下 你的腳會有時候變成很像舞蹈 會這樣 怎麼辦 不要到 不要滑步 好 這時候就不要滑步 不要超過正中心後面 因為 當你跳下來 到後面的時候 中心就會下沉 所以我們就是 回到這裡 就結束 看起來就是要讓 腳留在 後腳旁邊 所以就是滑 滑 或是在後腳旁邊結束 一超過重心就是前傾 好的 等一下再做一次 手一樣平舉的 好 試試看 來預備 對 GO 1 2 動作節奏慢一點沒關係 1 2 很好 1 抬完就刷 抬 抬 左腳直接往下 不要等一步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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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讓它換太久 就是 1 2 1 2 1 2 都做確實一點 然後手可以擺 或手插腰 把動作固定 好 正常插腰先插腰好了 我們先試一次 好來預備 GO 1 2 1 2 再慢一點 1 2 抬刷 對 很好 對了 這次很好 1 2 1 2 1 2 太好了 感覺抓到了 這次動作還不錯 我們等一下回去 把擺手加進來 正常的擺手 因為剛剛是手插腰的 回去等一下就正常擺 然後動作節奏 往下的時候再輕鬆一點 你現在還是有點 很用力想要往下 再放鬆一點 再放鬆一點 好 心中 無刷變好刷 律動感 好 來預備 GO 1 2 1 2 對 刷 放鬆 放鬆往下 左腳再放鬆一點 右腳可以喔 左腳放鬆 放鬆 小腿自然下垂 對了 對了很好 OK 好 可以畢業了 輕鬆 下一個馬克C 我們剛做完抬腿 還C喔 下抓 馬克C是練習你的後腿離開地板 這件事情你目前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我們就簡單訓練帶過就可以 好 那它的動作原理就是大腿大約抬45度 小腿呢 看起來是被動的被大腿帶起來 所以是主動抬大腿 小腿被動被往上拉 所以小腿不會出到什麼力氣 大腿抬小腿放鬆 大腿抬小腿放鬆 讓小腿自然下垂 OK 大腿大約45度 試試看原地的抬大腿 小腿放鬆 大概像這樣 大腿大概45度就好 不用抬到這麼高 到這邊就好 這麼低 夾到這就好 對 那這個動作的目標就是 練習你的腳從後面離開地板之後 拉回來的這個動作 主動的往前拉 好我們等一下直接做動態的墊步向前 所以是假腿 假 2 1 2 假腿再向前 1 2 大腿抬45度 小腿放鬆 對 1 2 節奏再慢一點沒關係 對 對 現在很好 2 1 2 很好 剛剛是從頭到尾都要用力 你現在只有在 著地支撐的地板之間出力 其他時候保持放鬆 好 所以你用力的程度就只有用力 用力 用力 著地的瞬間出力 著地的那隻腳出力 對 其他時候盡量放鬆一點 好 試試看 來預備 1 2 對 夾 對很好 夾式速度 對很好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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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OK 差不多了 調整可以 等一下 你稍微去 我們小跑一下 好 把剛剛做的這個 過程當中 等一下跑就不太需要刻意去感受說 我要怎麼做怎麼跑 怎麼夾腿 不用 最自然就好 你就回到你正常的跑步 因為我們目的練馬克超的這個動作 最重要的是增加肌肉記憶 改變我的潛意識 對一直練習 讓你肌肉自動在跑步的時候就做到這些動作 那實際在跑步的當下 你只要專注好你的配速 你的呼吸跟你結束的維持就好 所以等一下開跑 感受一下 訓練後的狀態 可以體驗你腳上中央繩形 好的 OK 準備出發 開跑了嗎 等一下喔 記一下 那我也記一下 你看不知不覺現在跑四分四十 是不是有點猜超速 不用跑太快喔 你就跑你平常慢跑的感覺就好 但如果你不小心被鞋子帶著跑 那你要稍微控制一下 因為這個鞋子會確實 比較推進的方式一直帶著你往前 你現在這樣落腳的位置 就回到比較自然的狀態 會相比原本的動作下 你的小腿其實會是比較自然下垂 落腳的吸窩壓力其實會減少一點 看來這次比賽六分內完善應該是沒問題 輕鬆六分內 對很好喔 好輕鬆的感覺喔 是嗎 很輕盈的感覺 你不要在那邊 刻意的講一些 就是 要太浮誇的內容 我們是要自然 真實體驗 太美了 今天 濃濃的 沒有啦 我感受一下 就是我現在就是覺得說 你覺得膝蓋壓力有沒有減少 在你落地的時候 或是腿後 大腿 屁股後側 我自己認為在跑步最好的狀態是 你跑起來 它不太需要出現任何感覺 代表是最輕鬆的狀態 不太需要出現任何感覺 但如果它一直感覺 我小腿是不是好像很用力 或大腿很出力 代表它的存在感太重了 這個時候就可能動作是不太自然 但最自然的狀況就是 我在跑的過程 好像也不太需要刻意的感覺 膝蓋會不會太出力或什麼 但它自然一直帶著跑 那是比較 比較自然比較推崇的這種狀態 越放鬆越好 那我現在好像還沒到你那個境界 不過我覺得就是 我現在的注意力 就比較是說 我大腿抬放就好啦 嗯 對對對 之前都是感覺小腿要 往前大力抓或是什麼 現在比較沒有那個 小腿要出力的感覺 好我們準備回轉 好 大腿抬的高度可以再自然一點 不用刻意抬這麼高 如果速度慢 腳抬本來就不會太高 就讓它再自然一點 對 現在這樣的節奏可以 就是你剛剛有點太高 現在稍微好一點點 然後你也可以試著 稍微把肚子的力量往前推多一點點 就是感覺 從屁股這邊出發 的力量要多一點 然後稍微收下巴 身體比較厚壓 哇變快了 現在大概是四分 沒有五分 五分二十 五分半 配速不自覺增加 從我的角度看起來 你落腳的位置 可以回到接近中足 是最好的 你現在的動作其實很標準 很輕鬆 因為你在著地的瞬間 其實是接近全腳掌著地 但這個位置會讓你的 膝蓋衝擊的負擔 跟關節的這個衝擊 是減少很多 因為你幾乎都是 一起分單調 這樣是比較好的位置 對很好 自然下垂 全掌著地 放鬆 很好喔 要不要小熱血一下 一百公尺加速 感覺一下這雙鞋子 好來啊 好來啊 熟囉 殘黃鞋 怎麼樣這雙鞋 可以推進你嗎 有 呦 完全 不累 我覺得真的是 折瑞太屌了 給我一個 馬克魔術 然後 然後 然後我不知道是這個鞋子 還是馬克超的關係 剛剛最後在跑的時候 不會 我現在腳不會 不會說 之前跑完就是腳會有點重重 然後這邊 緊緊的感覺 現在就比較還好 覺得 感覺二七棒好像是 有點信心了 可以駕馭了 我們來看調整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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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跟你第一次開箱 我們看落腳的時候 欸有差欸 今天全腳掌著地 沒有那麼前身 而且你的落腳位置 我們如果把它拉直線來看 有沒有它幾乎在 它全直線了 就在我的冒岩下面 有沒有 它還沒著地 著地的瞬間 其實 做完馬克超的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讓一些 比較小細節的 錯誤動作 可以稍微不見 然後讓肌肉記憶起來 我們希望它落的位置 所以強化了馬克超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看 你把你原本小腿前身的 這個壞習慣改掉 它在落點的時候 就會接近是自然下垂 垂直於身體正下巴 那當你有做到這件事情之後 你的阻力就變小 因為你原本衝擊的位置 是腳跟著地 可是你現在那個衝擊位置不見 就沒有煞車的效應 這個時候你的速度效率就會變好 你剛跑起來的感覺呢 除了影片看起來不一樣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欸 就是以前 在跑的時候 我會感覺跑完之後 整根緊緊的 筋疲力盡 要很用力去維持 這次跑完之後 沒有那個緊的感覺 然後 然後當下在跑的時候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個 會有一個 鬆感 一自然 有一個鬆感 就是很chill的會一直這樣上去 對 就是這次我看 你剛剛教完我的 然後在我看影片 我就覺得說 我好像就是 就是只要專注說 大腿抬放 對 其實 除了大腿抬放這件事情之外 其他地方就只有改變你的 換步頻率或是 肚子往前的前傾角度 對 但其實如果你自然 情況是這樣 是最放鬆 但你回想人們你的動作 可能會很刻意的 想要維持步驅很大 小腿就會不小心的 往前伸太多 我記得我最開始跑的時候 你跟我說 我踩太用力了 對 我會有那種 蹦蹦蹦蹦 藍一戰士 恭喜你加入我們 美金龍接地賽戰隊 接下來 第二棒就交給你了 我第二棒了 確定啊 好的 我 可以 馴服這個 奧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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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覺 下一次 我們美金龍接地賽 這個棒次 二或七 但很重要的是 這兩棒 就都是有上上下下的起 接下來 這個難度棒次 就交給你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這次調整差不多到這邊到位 我覺得是非常滿意啊 那今天調整 希望對你有幫助 有幫助 希望對於 電腦前面的大家 看了影片之後 如果你有遇到一樣的問題 或許可以嘗試 用現在這樣的方式 來改變看看 馬克超真的 Monkey magic 沒錯 我是你叫楊哲瑞 我是梅伯 OK 我們期待接下來的接地賽隊員 一個一個 陸續跟大家分享 我們到時候比賽見 掰掰 掰掰 再遇到我們 會不會